在双11购物节期间不少市民 从今天凌晨开始就盯着手机或者电脑 抢购自己需要的商品 那么大家都买了些什么呢 对于双11这样的购物节 大家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双11天猫一小时三分五十九秒 成交额破一千亿 京东十天累计下单金额突破一千三百一十三亿 而截至今天凌晨一点 福建省的购买力居全国第九位 其中厦门在福建热买城市排行中位列第二 另外相关数据还显示 近几年来 大家店 个人护理 数码产品 母婴用品等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用的衣服裤子 生活用品 好像都用每年都十几个包裹 换了手机什么的 然后日用品那些都有 多少多了可能几千 反正没有给自己买的 都是给孩子买的 不过不少消费者表示 今年双十一玩法比起往年更为复杂 购物津贴 优惠券 助力盖楼 电商平台花样繁多的促销手段 让不少消费者认为套路太深 五花八门的优惠手段 也让人有些摸不清规则 那个真看不懂 那个我觉得算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累 这种感觉就是比往年就复杂了很多吧 就是感觉就是套路太深了 我想买就买了 很简单 但是没必要一个规则 接着一个规则 接着一个规则 绕来绕去 我感觉绕都没有意思了 而随着双十一进入第十一个年头 消费者经历多年双十一的实战 消费也是日趋理性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 双十一购物节虽然是全民的狂欢 但盲目跟风 冲动购物的行为是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现在商场啊 百货也有很多 就是很给力的一些优惠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随缘吧 不一定非得要双十一买 本台记者报道